大家好,我是金毛季片 公共結束研究第十四期 吳州海關舊子的立命結構比例 和古典柱色的對應的探索 今期就是我的冠冠點來的 緊攻參考,我就講過自己的一些看法 就是探索一下 思考一下這個兩者之間的對應關係 所用到的古典柱色的圖片就是來源於夢露的 這個就是古典柱色 它可以分為三部份,延部、處部和基礎 我們看到 好漢銷柱這邊,大體上都是三段式 這裡第一段,第二段和第三段 就傳出這種對應 先看延部的對應 延部的對應,我是這樣理解的 首先,它的這裡 第一部份就對應這裡 下面接下來的就是密板 密板這裡就對應 那邊的這個米字形的這一種花蔥 最後的就是這個 密量那裏 密量那裏可以對應這一部份 它就是 一、二、三部份 就對應這三部份 一、二、三 注意到就是古典的這裡 還有這個始終中式的這一部份 我理解成 在那邊就 不做一策略 做一策略 簡化了 這個就是我的理解 要注意的就是 它的 尺寸比例問題 就是我們要注意到 這個 第二部份 密板那裏 和密量那裏 密板是闊少少的 密量是窄少的 我們看到那邊 同樣的都是這裡闊 這裡窄 密量那裏的尺寸 大概的窄 大概是和上面那裏 是一樣窄的 這一點我們都在這邊找到對應關頭 這裏的窄 和這裏的窄大約是一樣的 我所觀察到的就是這樣 這就是我的理解 接下來的就是這個 嚴口吐漆的結闊 就是你這個嚴 吐漆 向外吐漆結闊 是處決於 你這個柱的直徑 它就是一個柱的直徑的幅度 我們看到 這邊 這裏它吐漆的位置 大概上 它都是等同於這個 柱的幅度的 我們都可以看到這裏的位置 就是一等於二 一等於二 我們都認為這個手法是按照 或者說是專手古典的這種比例中式去做的 所以 整體上看得比較美觀 這裏的 這裏就是這個柱 到柱身 柱身要廣告這個柱基 柱基 我們同樣都有的 就是這裏的位置 這裏的位置就是柱基 我們看到它那裏是這樣突出來的 這裏 有一個卡 卡出來 就是這裏的位置 它做了一個卡出來 就是 它轉這一卡就是 表示它這個 凸顯這個柱基的位置 雖然它這個裝飾也做了簡法 但是它這個結構也是存在的 接下來這部分就有一點點意思了 就是 說比例 說柱直徑和柱身的柱基的比例 那就是 因為我們現在劃分開 劃分開這個鹽是當這裏位置的 那下面呢 這一部分就是柱 就是柱身 那就是 這個我只是從 這張照片大概的 大概的 提供給大家一個思考的這個思路 不是有什麼對錯之分的 那麼就 我們這裏 北七里的結構就是 人馬鬥7 那麼這個古典的 Tuscan的柱身 它是 7比1的 那麼就有可能有一點點7入 有可能是我對這個 建築的劃分 有可能有一點 有一點躁不鬥之的 那麼這個是不是有港的 比例的對應 那麼有港這種呢 它就會撒棉 它會更加傳農 有港這種呢 又會去到10點7比1 那麼古典的這種 福林斯儀儲式 它是10的 下面的這裏就 說這個立面整體比例 那麼就 這裏就有一點意思了 首先就是古典 古典手法它就是 炎部是佔3份 柱部是佔12份 底部是佔4份 所以它就是 3比12比4 那麼你很簡單 理解成就是 柱 呃 柱的4部分 柱的4部分 就是炎的高度 然後柱的高度 呃 柱山就得到這個基座的這個高度 那麼我們呢 就 發現有一個矛盾之處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我們之前我們都認為 這裏 是炎 就是炎的 宗旨是在這條線的 的之下 如果按照這個去理解的話 就 你這個炎部 他的 炎部和這個柱身呢 他就達不到這種 事配關係 就是說 你用柱去分成事部分呢 你是 沒有達得到這個 炎部的效果的 同時呢 炎部和這個底座呢 他又沒有達到這種3比4 那麼如果我們按照這個 這邊古典的 這個比例去分它呢 我們會發現 你要將這個炎 你不是要劃分到這裏 你要劃分到這條界限 這裏就相當於這裏到這裏 它都是炎 這樣呢 它似乎是符合那種3比12比4的比例 就是這樣 我們首先就將 假如是按照新的理解 就這樣 將這裏 將這個部分全部理解成炎 這樣呢 我們這樣說呢 這個度就是柱了 這個度就是柱了 將柱或分成4等分 1 2 3 4 這樣呢 它大概就對應炎的高度 對應炎的高度 然後呢 就 假如你將這個 又將這個柱 劃分成1 2 3 3等分 這樣呢 它就得出這個 下底基礎的這個 這個高度 所以呢 就似乎要按照新的理解 推翻舊的理解 按照新的理解 這樣呢 就可以得到這種 跟古典柱式有這樣的對應關係 但是這樣一來的話呢 我們的炎部結構呢 就同舊的木頭了 我們之前說的炎部結構 就是 我們當時理解成 這度和這度是炎 那度呢 我們是忽略的 那現在呢 如果理解成 那度是炎 那度到那度是炎 那這個 可能要有所 要有所改變 那我就理解成這樣 我都說一說 首先 可能就 個度到個度 剩一段 就是這個炎考試 就是這度 這一段到這一段 加上這個 啊 米淨花蔥 就是這個炎考 然後呢 就 這條線腳呢 是這個 彌板 然後再到這裏 這裏一橫過去的呢 就是這個 彌量 是這樣的關係 所以呢 他就跟我們舊的理解 有一點不同了 舊的理解就是 這裏是 炎考 然後呢 就缺少這個始終裝飾 然後呢 這一段 就用這個米字形花蔥 就當成是他的彌板 然後呢 下面那裏的線腳 這裏呢 就當成是他的彌量 所以就 這兩種理解 有七日 另外呢 新理解會導致 以這個柱膏變短 這個是舊的理解 就是這一種 舊的理解是 柱是在那裏的 如果我們按新的理解呢 上面的段都是鹽的話呢 新的理解就是那裏的那裏就是 就是柱膏 這樣呢 他就 會 這個小魚 即是 本身那邊的話呢 他都是6.8m 這樣呢 你這個 柱膏變短呢 他就會更加 這個比例會更加小 就是 這樣一來呢 就會形成了兩種結構 兩種結構的理解 就是 我簡單的猜測 就 不知道哪種 正確哪種是錯誤的 如果網友有當這個有看法的 都可以 發表意見 這樣就 主要就是 對 主要實際上就是 咪 就是這個鹽 鹽的劃分 鹽和柱的劃分 哪一段是鹽 哪一段是柱 劃分到這裏的是舊的對鹽的劃分 劃分到這裏的就是 新的對鹽的劃分 這樣呢 如果是按舊的劃分 如果按舊的劃分 將這裏和這裏都列成鹽的話呢 這樣呢 他就會 這個三段比例會失行 如果 按照新的劃分 這個三段比例 他可以達成 但是 他同時 又會帶來問題 一個就是 柱的比例會更加的餅 就比這個古典的7B1要更加的餅 另外一個就是 如果我要新的理解的話呢 就是 有 有鎮那種ABC洞 他這個 微量 就沒有夠明顯 這邊就比較明顯 一邊的這裏就是微量 那那邊呢 因為他沒有 那條橫量 那麼 那裏的微量 就沒有那麼明顯了 那 就 簡單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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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理解 那就 多謝大家收看 拜拜 拜拜